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叫做 新酒装在新皮带 经文在路加福音五章36到39节 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打开 我鼓励你把它打开 至少你带来的圣经还可以打开 不是只有高举而已 那么路加福音五章36到39节 如果你没有带的话 我们投影片上面也有 那我们一起来攻读路加福音 第五章36节来 耶稣又设一个比喻 对他们说 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 补在旧衣服上 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 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带裂开 酒变露出来了 皮带也就坏了 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 没有人喝了成酒又想喝新的 他总说成的好 我们一起起立 高举我们的圣经或高举我们的手 我们要领受上帝而来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宣告 这是我的圣经 祂是我的生命 祂宣告我的祝福 祂命定我的能力 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 我要大胆宣告 我的心思谨醒 我的内心敞开 我必要脱胎换骨 阿们 天父上帝当我们在祢面前宣告的时候 我相信事就成了 主啊 祢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脱胎换骨 所以我们能够比起 这些不逃逆喜悦的 不管是个性情绪也好 让我们重新在祢面前得到新的祝福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请坐 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今天是农历几月几号 不知道对不对 1月29号 因为我有查啦 今天是国历几月几号 3月10号 大家都清楚知道 为什么大家没有去注意到农历呢 而都只注意到国历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行事历 我们的做什么 几乎都是以国历为主 以新的开始嘛 你就想过年 大年初一 农历我们知道 冬午节 中休节 这些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但是呢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在说这些节日的时候 你通常还会把它转化为国历来讲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这样 就像过年的时候我们放年假 我们说年假有九天 问你年假放到农历的几月几号的时候 你恐怕还要想一下 但是你铁定知道是2月17号 国历 难道我们都不要农历了吗 在我们的教会里头 有一些的长辈 我所知道 他们有时候 他们喜欢过的是农历的生日 你跟他看到教会的行事历 国历的生日的时候 你跟他说生日快乐 我说我不是这一天 你还会这样讲 因为他们习惯过农历生日 我要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 在耶稣那个时代 也有人有怀旧情怀 他们觉得旧的很好 因为他们习惯了 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然后当他们看到 耶稣的门徒没有禁食的时候 他们心里头就怪怪的 他们就去跟耶稣 问了耶稣 跟耶稣说 说什么呢 我们来读这句话来 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 法利塞人的门徒也是这样 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 他看得很碍眼 他觉得说我们都在禁食了 那为什么耶稣你的门徒不禁食呢 他们守住旧的怀旧情怀在他们里头 耶稣怎么回答 我们来看看 耶稣是怎么回答呢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 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 耶稣回答的话 他说当新郎 当这些陪伴人跟新郎同在的时候 他们不用禁食 换句话说 在婚礼的过程不要禁食 以以色列人来讲 他们的婚宴很特别 他们一定有七天 知道要结婚的时候 他们一定连喝连吃七天 所以这是展现新郎的那种气度 所以你会发现说 在这个过程里头 你要去禁食 好像在不懂人情味 所以耶稣讲了这个 但是耶稣有没有否定禁食 没有否定禁食 他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 所以耶稣觉得还是要禁食 所以禁食对以色列人来讲 还是很重要的 耶稣没有否定 但从这样的对话里头 你会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耶稣既没有反对 他也没有极力的遵从 在旧的范畴里头 他要告诉我们 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气度 我们人生就是要有一个新的气度 常常去看看什么应该要改变的 什么容许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调整 做一个改变的 耶稣接下来他用 接下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 他就来提醒我们 特别我们从旧堂搬到新堂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都是新的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的观念 必须要随着来调整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 接下来这段经文 他提醒我们三件事 第一个就是吸收新的观念 入教福音五章三十六节一起来读 来 耶稣又说一个比喻 对他们说 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 补在旧衣服上 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 并且所撕下的那块新的和旧的 也不相称 耶稣讲这句话告诉我们说 从来没有人为了补那个旧的破的衣服 特别去买一件新的 把它给撕下来 然后给它补上去 他觉得这种观念应该是没有的 不应该有这样的观念 因为你补上去的时候 或许你感觉到颜色很相近 但是它的材质不一定会一样 或许你感觉到材质很相近 但是实际上穿久你就会知道不一样 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路加记载是这样 圣经里头还有另外一处经文 马太福音记载的跟它很相近 我们一起来读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 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的那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马太在这里讲的是说 一样没有人想到说 再去买一个新的衣服来 那直接穿新的就好了 为什么要把这新布撕下来呢 再去补 然后让旧的破的更大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两个作者从两个角度来看 路加强调的是新衣服被撕破了 没有人为了一个旧的衣服破掉 还要去买一个新的 然后故意把它撕下来 他强调的这个 马太他强调的是旧衣服破的更大 他说在这个在路加里头 没有特别强调这个 为什么旧的衣服会破的更大呢 他这一段话强调一件事情就是 新的跟旧的 你如果没有做一个改变的话 是很难相合的 你不能拿到一个新的观念 就硬要把它套在这个旧的里头 你会发现这中间就会产生落差了 当我们吸收新的观念一定要注意 耶稣告诉我们 为什么不把新的放在旧的呢 因为新的衣服强韧非常的有弹性 新的衣服还没有经过洗 还没有经过这些穿着的时候 风吹雨晒它是很强韧的 一旦你把强韧的补在那个已经是松松垮垮 又破的东西的时候 经过洗了干了湿了干了湿了干了 不断的拉扯拉扯 它就会破掉了 而且破的更大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要吸收新观念 当我们在吸收新观念也要留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搬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回到新堂来测试 我们看到很多都是新的 我们的同工非常的努力 他们就是要努力去吸收这新的观念 希望这新的观念所带来的 能够让这器具更好使用 举例来说 过去我们在教会里头 开关都在旁边 开关都在旁边 你现在看旁边有没有开关 你看不到开关 那时候如果说是要收风签的时候 灯要打开我们就会一个手势 后面人就会打开灯了 或者是我们不用手势 我们就看一下他就知道了 程序一来他就知道 那灯马上亮 可是你现在发现 现在灯不在墙壁 灯的开关在哪里 在我们的阴控 他要随时反应 他现在整个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他要随时反应 而且灯一开出来的时候 是渐渐渐渐亮 如果你还不适应的时候 阴控怎么还没有 灯还没有开呢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会觉得他还没有开 其实他灯是慢慢亮 但是后面亮出来的亮度 绝对比过去的还亮 所以这是新的观念 我们的音响也是新的 你看这是正列式的音响 如果你站在台上 你会发现 只要贝斯开的比较大的时候 这上面都在跳动 只是我重量还够了 不会跳出来 不然这真的会这样震动 但是为了要让他跳得更好 我们的英共同工 他们就要去学新的观念 我们不单单是这些冷气 或者是楼下的咖啡吧 现在都还没有使用 还有我们的厨房 这些都是新的设备 你要新的去使用这些 你都要吸收新的观念 所以为了这些 给我们这些同工鼓励好不好 给他们掌声 因为他们真的是 每一次都要提早来 而且要站在台上 要站的跟我们一样久 所以我们鼓励他们 但是你会发现 耶稣告诉我们 吸收新的观念 不是每一个新的观念 我们都能够用 我们的生命要成长 就要吸收新的观念 但是偶一不小心 你吸收到的新观念 反而会带坏你的生命 这也有可能 上几个礼拜以前 我跟严师母去一家餐厅吃饭 这家餐厅很适合年轻人 速食的餐厅 快速的那种的 然后不是速食是快速的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旁边有一桌年轻人 这桌年轻人 其中有一个小姐 这个小姐大概二十几岁不到三十岁 很会讲话 她就在告诉她旁边的这些年轻人 大概大学生而已 告诉他们一些 好像是投资性的观 或者是理财 我没有特别注意到听 但是她的声音味很大 所以不由得我们会吸引我们去听到她 然后她讲了这么一句话 她说不要忘记你是最重要的 你的父母和你的兄弟姐妹 对你的梦想不能产生任何的作用 这对这些孩子来讲很新啊 大学生而已 他们觉得这种观念很新 因为很重要啊 我们都很重要 你跟旁边人说你很重要 你觉得你很重要 你听的会不会怎么样 对不对 你会发现哎呀 这个你很重要啊 这些你会听得很好 而且她说每一个人的梦想 你要坚持走下去 这是对的 我们有梦想往前走 但是她说你的父母和你的兄弟姐妹 对你的梦想不能产生任何作用 亲儿的弟兄姐妹 这句话 这个新的观念 如果进到你的孩子的身上的话 我要告诉你 这新的观念会造成家庭革命 除非她的梦想跟你的期待是一样的 除非她的梦想跟你讨论到一个地步 你会觉得这是很好的 要不然父母跟孩子 就会因为这个梦想而产生了冲击 弟兄姐妹 这世界有太多太多的这些梦想 有太多太多的观念 是我们所不能够理解到的 但是我要鼓励大家 吸收新的观念 我们要一旦吸收了 但是这些观念 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头去查验 你会说牧师 这些圣经那么久的书 对不对 圣经集合成的是 在主后第四世纪 把它整个统合的 但是写成的 有在主前有在主后的不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说 在这里头 这个真理好像很久的古老的 牧师你怎么叫我们回头过来查验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的确 这圣经很古老 即便你去玛纳或者是去书局 买回来是新的 可是里面内容都没有改变 它就是这样很古老的信息在里头 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圣灵是做新事的 阿妹吗 圣灵会让我们所看到的处境 所看到的经文 他亲自会对我们说话 这就是我们的宝贝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 这里讲到一件事情一起来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你知道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这世界的观念真的一次又一次在改变 圣经保罗书信罗马书写成的时候 是在第一世纪 第一世纪他就已经感受到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我们唯有怎么样 唯有心意更新而变化 也就是唯有在圣灵里头 让上帝在我们的心中来说话 你才能够查验 到底这个观念是好还是不好 要不然你会看见 这世界的观念的改变 就像换手机一样 手机每一年都有新的出来 你没有新的你绝对跟不上 但是一旦你觉得说 你一定要每一年换一支手机的话 我要告诉你赚再多钱 大概也跟不上 因为你这个被绑约 下一次再来又被绑约 那你就会发现 你每一次都在追这个 圣经告诉我们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做了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知道 到底这个心的观念 对我们来讲是祝福呢 还是咒诅呢 所以我们要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情 其实在这个世界 常常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要我们有梦想 只要往梦想前进 坚持到底就会成功 兄姐妹你觉得这个句话不好吗 它是好的 对不对 你要坚持在你的梦想里头 你只要往梦想前进 你会看到有一天会成功 但是这句话我们也看到 有许多的企业家把他捧为闺孽 他会鼓励年轻人 你要朝梦想前进 这些都是对的 但是每一个case by case 每一个人不一样 对不对 到底这个梦想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呢 还是真正上帝给你的梦想呢 通常谈到说这个的时候 会有企业家会鼓励青年人 我们国家不是三十岁以前都可以出国 你可以有一次出国打工的机会做这些 那么有些年轻人知道这个的时候 他只想出国 到底那个是不是他的梦想都还不一定 有一个姐妹 她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她很想出国 她很想出国的时候 她就找年师母谈了这件事 那年师母就问她几个问题 第一个这个 你要出国这件事情 你跟你的父母商量过了吗 其次呢 你去要去几年 这几年当中要花的费用你有吗 如果去的时候 你的这个梦想没有达成 你会怎么做 好 你知道这个人 这个姐妹就说了 我没有钱 不过我现在有工作 我会赚一些 我现在还累积一些储蓄 但是不够 这两年大概要花个两百万 所以我会先跟我妈妈借 如果万一去到国外的时候 这两年来 我发现那不是我最终的目的的时候 不是我的梦想 我会再回来 我重新来过 反正我年轻嘛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话你会发现好像都对 因为年轻嘛 可以重新来过 但我要请问你们 以现在年轻人的薪水来讲 2.2K 2.9K 200万要还到什么时候 不吃不喝啦 要还到什么时候 你能够算你年轻吗 你能够说回来的时候35岁 32岁 回来的时候 你还有几年你可以过自己的生活 所以呢 当我们有这些新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带回来圣经里头来查验呢 真言29章18节告诉我们一起来读 没有异象的明就方式 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 没有异象的明就方式 这个异象 这样我们有时候会把它翻译成 愿景或者是梦想也好 但是在这里头 其实他讲的是上帝的教训 跟后面的律法是一样的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没有上帝的指引 那么你所看到的这些梦想 到底是不是你的呢 这就值得去商榷了 你所看到的这些 能不能拿回到圣经里头来查验一下 如果是上帝给你的 他会有很多印证给你 他会让周围的人 或者是让属灵的长辈 或者是你的父母 他们都可以帮你来查验 弟兄姐妹 我们要吸收新的观念 但是新的观念 如果把它硬是套在 我们旧有的模式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 常常会是不搭嘎的 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 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 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要吸收新观念 但是新的观念 你一定要回到圣经里头来查验 第二个 耶稣接下来在谈这些话的时候 要告诉我们说 当你有一个新的观念 你必须要预备新的器皿来装 我们一起来读 路加福音5章37到38节一起来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若是这样 新酒必将皮带裂开 酒便露出来了 皮带也就坏了 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 这里告诉我们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 因为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为什么没有人呢 旧皮带没有弹性 旧皮带用久了的时候 它没有弹性 可是新酒会发酵 新酒一装上去的时候 它一直发酵一直发酵 它就会把旧的皮带撑撑撑 但是旧的皮带一旦没有弹性 就会破掉了 所以他说 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带 你必须要换一个新的皮带 换就要说 当我们有新的思想进来的 或者新的这些 吸收新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来承接 我们必须要一个新的器皿来承接 要不然的话 你在里面困难的时候 你就会完了 你就不知道你怎么办 你要怎么面对这些新的观念呢 你就不知道要怎么面对 你的生活 你的人生呢 这些新的观念 到底进入到你里面 会变成什么呢 同样的我要告诉大家 基督徒的生命 就像新器皿一样 我们必须要有弹性 我们新的器皿进入到 我们预备这个新的器皿 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 它必须要有弹性 否则 你只要是没有弹性的 这些真理进到你里头 你会把它推开 因为你受不了这些东西 你会不知道要怎么去看待这些 所以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在这回到新堂的时候 我们不单一个新的器皿 教会新的在这边 我们自己都要预备我们是新的 我们新的我们才能够容纳 那这个弹性呢 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绝对不是那个容许罪 罪一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这个弹性 我说我有弹性啊 所以我可以包含包裸这些 旧的坏的习惯继续存在里头 旧的性情 旧的脾气 一直存在我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里面会非常的混乱 这个新的器皿 是要告诉我们 要有面对冲击的弹性 这个弹性是要面对冲击 我们了解我们的人生 不是平平顺顺的 也不是这样子的 慢慢慢慢的上升的 一定是这样 破浪破浪破浪的 你或许会说 不会啊 我从小到大 我读书的时候 我一路都是晋升 我可以顺利拿到博士 我很顺耶 或许 或许你读书很顺 但是你敢保证 你婚姻会很顺吗 你的工作会很顺吗 或许你接到的是 很好的工作 我读了博士 又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我的婚姻也很好 但是你怎么知道 你的亲子关系 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 那么流畅吗 你觉得你跟孩子的流畅 好 都很流畅 但你怎么知道 你的孩子的性格 因为你的疏忽了 最后跟你彼此之间 有很多的冲击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要预备这样的 我们的器皿 就是要有一个面对冲击的弹性 而且冲击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常常会发生 什么是面对冲击的弹性 我举两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 当愤怒的时候 不要当下做决定 当你愤怒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时候很多事情 不是让我们那么顺利 对不对 你说我都不会有生气的时间 我不相信 在你的生活当中 一定会有 你哪一个是你的地雷 你那个地雷不小心被踩到的时候 我不相信你不会生气的 所以当愤怒的时候 不当下做决定 为什么不当下做决定呢 因为人在愤怒的时候 智商只有五岁 你相不相信 当你愤怒的时候 你会像小孩子一样 哇大发雷霆 你不会控制自己 你不知道我已经五十岁了 怎么我还会变成五岁呢 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 他的情绪不是很好 所以他脾气常常 就出来了 他太太就鼓励他说 你去找一个灵修大师 你去找他 听说他很会排解这些困难 有一天他就听了他太太的话 他就去找了 他就找到这个灵修大师 他就说 你能不能教我怎么样来修身养性 这个灵修大师就给他一个方法 他说你听好我只讲一遍而已 当你愤怒的时候 你不要马上做决定 你做一件事情 你就是向前走七步 走完七步以后 你再向后走七步 这样子呢 你来回三次就好 你试试看 讲完 你修大师就走 他都连问题都没办法问 他就走了 他现在想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没办法 人家讲完了 他就回家了 因为来去匆匆 所以他也来不及告诉他太太 想说马上今天就回来了 当他回到家里头的时候 是已经三天半夜了 当他推开门 卧室的时候 他发现 他的床上躺了两个人 那时候情绪就出来了 我太太趁着我不在的时候 竟然找人来睡觉 那心中就一把怒吼出来的时候 就冲到厨房去拿菜刀了 要来砍人了 突然之间他想起了 林修大师所说的话 所以在厨房里头 他就向前走七步 走完以后又向后退七步 这样子 连续三次之后 真的 情绪下来了 没有那么冲动了 结果他刀子就放下 说我要去看看 结果进到房间 灯一打开 原来躺在他太太旁边的是他的妈妈 因为他妈妈刚好那一天来找他 还好 他不是愤怒的时候做的决定 他不是马上拿起菜刀来 就要去砍人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不会情绪不稳定 你会不会常常发怒呢 而且地雷常常被踩到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呢 不妨坐一下往前走七步 这不是真理 你可能走五步也可以 重点就是怎么样 你要安静下来 你不要在愤怒的时候 当下做决定 一个人不在愤怒的时候 当下做决定的时候 他不在这个当下做决定 那么他就有足够的器皿 承受这样的冲击 这样的冲击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当你被质疑的时候 往正面去思想 你觉得这样容易吗 当你被质疑的时候 坦白说 当我们被质疑的时候 有一种机制就会出现了 启动自我防卫的机制 这防卫机制就出来了 你会觉得人家误解你 因为人家不喜欢你 或是你会觉得人家误解你 以后呢 这个机制一出来的时候 你开始就往负面去思想 这个人摆明就是要整我啊 对不对 这个人对我早就有反感了 所以他讲这话都是这样子 对不对 我们常常就会 这种机制就会出来了 这样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没有弹性 因为你很快就会 就会被人家的这种态度给激怒了 我自己有一个不是很好的经验 不过我要跟大家分享 张颜牧师去年按摩的时候 你有参加的人 请挥个手好吗 第三堂人比较少 在他按摩的时候 那一天我当主席 所以在报告考目过程之后 我就顺便讲了一个小故事 我说在有一个教会 一个老牧师要退休了 这老牧师要退休的时候 教会的指示会就开会了 这指示会主席就问了老牧师说 请问牧师 我们现在要拼一个新的牧师 你觉得有什么条件吗 这个牧师没有开出任何条件 他不是说一定要博士 或者是说一定要年纪多少 也不一定要男的女的 他只说了一个一句话 这句话要用台语来读 台语读一遍来 要可以背说 要可以背说 我就在那边讲了这句话 后来我们那个总干事 那个连会总干事上来 又回应了这句话 他说真的要可以背说的 结束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 好久好久没有见到的牧师 他刚好出现在那里 我就跟他问安 我说我刚刚怎么没看到你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还很热情的对待他 他告诉我 他说你是大人物 我是小人物 我坐在这边 你当然不会发现我 那时候你知道我被质疑了对不对 我马上启动防卫机制 我马上升起来 我就说没有 我刚刚在台上真的没有看到你 可是我刚刚有介绍 我说今天新来的 你第一次来教会的 请你起立我们来欢迎你 就像刚刚一样对不对 你第一次来的 请你起立我们来欢迎你 可是你没有站起来啊 我马上就这样回应过去 然后他就笑一笑 我也很尴尬 因为我觉得我不太有礼貌 对不对 我好像他质疑我我反而不来质疑他 结果结束以后啊 他就跟别人讲话 我也跟别人讲话 结束以后我就发现 我是那一个买香港的 我就是买香港的 人家一讲我就把那样顶起来 还好我在这个教会已经幕会了 你们赶我赶不走啊 不然这个买香港的就麻烦了 对不对 不过我也在学习 我真的在学习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有一个谈性 要有一个谈性 这个谈性就是怎么样 当你生气的时候 你不要当下做决定 当你被质疑的时候 你尽量往正面去思想 因为这样子的话 会扩张我们的账目 会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底线 不会那么快就会碰到了 我们地里不会那么快 就会被踩到了 否则就会爆炸 所以这个就是预备新的器皿 当有新的观念 我们要预备新的器皿来承接 接着耶稣还没有讲完 这句话他还要继续讲下去 他说我们要容许新的挑战 入教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一起来读 来没有人喝了陈酒 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 第一堂我讲完这一堂的时候 陈传道跑来告诉我 他说陈牧师你应该讲说 他总说信成的好 他要改变我不能够这样给他改变 承转道信成 没有人喝了陈酒 这句话不是告诉我们说新的不好 感觉上是 因为没有人喝了陈酒以后呢 因为陈酒很香啊 喝了香了以后 再回头还要再去喝那个辛辣的新酒吗 好像不会有 但是这句话耶稣要告诉我们 不是说陈的不好 因为所有的陈酒都是由新酒变成的 没有新酒哪来的陈酒呢 对不对 所以陈的是由新的变成 所以你要让这个辛酒变成成酒 你就要让它慢慢的发酵啊 而这慢慢的发酵 你就要容许新的挑战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信耶稣以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信主了 上帝常常透过很多的 这些新的挑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拉扯一下 让你更有弹性一下 让你更扩张你的张目之地 让你更知道说 上帝会让你更好 上礼拜我们不是有 六十位的弟兄姐妹受尽吗 其中有十几位的弟兄姐妹 他们都上台做见证 你会看到他们刚信耶稣 告诉他信耶稣一段时间以后 那个生命就不一样了 他们容许新的挑战他的生命里面 他们就得着了改变 而这个改变变成成酒以后 就有新的气息流出来 让人家感受到说 他信的耶稣真的不一样了 弟兄姐妹我们很期待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 我们能够容许新的挑战 其实人一生当中 你把那个学习分成三个区块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区块来看 因为人的一生的学习里头 大致就是这三个区块来分 第一个区块就是挑战区 挑战区意思就是 对未做过的事要要欲试 就很想去尝试新的东西 这个叫做挑战 这个叫做挑战 第二个叫做安逸区 只想做自己做得到的事 那些挑战的事 未曾做过的事 不太想要做了 这个叫做安逸区 第三个叫做下滑区 根本不做以前做过的事 越来越退步了 所以生命就会往下走了 它就不会往上升 这个就停留在那里或往下 以后人家就看不到你的生命的改变了 人其实是从挑战开始的 每一个人都是从挑战开始的 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你会很清楚知道 我们亲子室那边有好多的 这些年轻的父母亲 你可以从你的孩子里头 可以看到 这些孩子们呢 一旦刚刚出生的时候 到他开始慢慢要学会走路 第一步跨出来的时候 嗨 赶快过来 赶快过来 对不对 再跨一步 对不对 我们就会这样鼓励他们 然后他一步又一步 慢慢的他会跑步 这就是 这个孩子就是在针对他未做过的事 要要欲事 对不对 这就是这样 人一生就是这样起来的 都是从挑战开始 你看这些孩子们 你不可能小学一年级进来 他就懂得大事的一些 一些危机分或是这些生难的事 他总是一步一步 小学 国中 高中 不断的接受挑战 到后来长大了以后 他大学毕业拿了博士了 那么他就是不断的接受挑战 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吗 当我们进入到社会的时候 你会发现 社会有很多的一些新的知识 在不断的调教我们 新的技能不断的在挑战我们 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在社会当中不断的提升 当我们进到教会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在教会服侍过 你也可能不知道怎么带进拜 那是你未曾尝过的 你要遇事 结果你就留在挑战区 但有一天 你觉得这些挑战的事 你已经没有意义了 感觉有累了 那么你只想做自己做得到的事的时候 你就变成在安逸区了 当你在安逸区的时候 有一天你会更懒得动 你根本不想做那些 你已经做过的事 你放掉了 你就在下滑区了 一旦你落在安逸区下滑区 人家不会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 你就没有那种辛香之气出来了 你就不再是那种很香的陈酒 让人家能够闻到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 你现在在哪一个区块 你会想想看 你到底是在哪一个区块呢 我来举一个例子 有两个基督徒 有一天他们在用餐的时候 这个假基督徒呢 就告诉乙基督徒说 哎呀 我们家昨天搬来一个恶邻居啊 非常的凶恶啊 这个乙基督徒去问他说 到底怎么样凶恶呢 他说昨天半夜啊 进来来按我们家的门里 一直按一直按啊 他说这真的是很凶恶哦 那个半夜起来还来你家按门里 那你有没有赶快报警呢 他说我是基督徒耶 我干嘛报警啊 我把他当成是疯子 我继续吹我的小喇叭 哎呀人家的按门里 原来他在吹小喇叭 所以人家才会来按门里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时候啊 我们要留在挑战区就是 因为这个人是在安逸区啊 他只想做他自己的事 他不去管别人 当别人来跟他按门里的时候 就是告诉你说 对不对 那就是来告诉你说 我们应该有生命要改变的 我们要接受挑战 当别人来按我们门里 就是告诉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某一部分 可能我们太固执了 可能我们太过于敏感了 人家来真的来告诉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学习 怎么样来接受这些挑战 上个礼拜我跟沉传道一起去参加 花莲牧师的联导在玉里 我们回城的时候经过一个地方 然后碰到了沉传道的一个朋友 这朋友没有信耶稣 不过他有一些观念还很特别的 这朋友在国营事业上班 但是他从事的是服务性的工作 那这个服务性的工作 就是要常常更新嘛 常常接受挑战嘛 那可是他也常常被骂 因为你要做一个新的动作 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喜欢你啊 所以他常常被客户骂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 那你被客户骂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他说没有关系啊 因为在我的薪水里头 里面已经包含了被骂津贴 不晓得你的薪水有没有被骂津贴 当你被骂的时候就是表示 你做的事不见得人家喜欢 可是你愿不愿意再尝试看看 稍微修改一下 当别人来跟你按门领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说 人家不是在找茬的 对不对 人家是在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呢 如果你愿意这样 你就留在挑战区 愿不愿意留在挑战区 你愿意留在挑战区的时候 你的生命会越来越美 你会越来越有新香之际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告诉我们 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 他不是否定进食 当这些法利赛人来 对他讲话的时候 他们要否定旧的 虽然他们怀旧情怀 虽然旧的很好 但是有新的来的时候 我们旧的必须要思考一下 转换的空间 所以他要我们吸收新的观念 新酒不是 新布 不能撕下一个新的布 然后补在旧的里头 因为这两样都会坏掉 新的也坏掉了 旧的也坏掉了 这不是新的观念 这新的观念给我们的时候 不会带来祝福 我们一旦外面有一些新的观念 进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放在圣经里头 来看看 到底圣经醒事看看 这圣经检查 就像保罗所说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心意更新的变化 就是让圣灵来做新事 圣灵在我们心里头做新事 去寻查这个新的观念 到底这个新的观念 合不合适呢 如果不合适我们就要放掉了 但是如果合适 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要新收了 当我们新收新的观念 你就要预备一个新的器皿了 而这个新的器皿 是要有弹性 旧的器皿 他就是缺乏弹性 太多东西进来 你没有办法用你的生命去吸收的时候 有一天你就会放弃掉 你就不会要这些新的观念 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弹性的器皿 而这个弹性的器皿呢 就是告诉我们要面对冲击 要有弹性 当我们面对这些冲击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这些弹性来面对 而这些弹性呢 就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被激怒的时候 当你要发怒的时候 千万不要当下做决定 回全吗 还是做什么呢 离家出走呢 不是 你要去看看 让自己安静下来 第二个 当我们被质疑的时候 不要马上启动防卫机制 人家讲了或许就是对我们好 这就是新的器皿 当我们预备新的器皿的时候 也不见得就这样就结束了 因为新酒要放在新皮带里头 所以我们要容许新的挑战 这新的挑战 一旦一直在进来的时候 这新的挑战 就是要人家来按你的门银 告诉你说喇叭关小声一点 人家来按你的门银 就是告诉你声音音量 让小一点 请你不要那么固执好不好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这当中 让神来帮助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无法做什么 只有圣灵才能够工作 因为圣灵是做新事的神 我们期待 在我们回到这新堂的时候 我们不单单教会是新的 是一个新的器皿 我们装在里面这些人也是新的 我们这个新的 自己都是新的器皿 让新酒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后来就变成成酒 人家就会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 我没见过 我没见过 我没见过